火葬场的湿油是怎样处理的 真会被端上餐桌使用吗 火化师说出实情 人在别人的欢声笑语中来到世界 用自己的哭声向世界问候 最终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 用无声告别世界 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征兆 无论哪种死法 最终似乎都逃不过火葬 火葬是现在广泛使用的遗体处理方式 但由于社会的某些乱象 也有人怀疑人的尸体火化的湿油 被送到了饭桌上 不少人听到这里 想想就不自觉地恶心干呕 那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不让谣言进一步扩散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明了真相 石油顾名思义 是从尸体上溢出的油性物质 尸体上的油是怎么来的 本质上人也是动物 我相信大家都熬过猪油 其实原理差不多 就是储存在人体皮下组织中的脂肪 把肥肉放入铁锅 在高温下释放脂肪中的油脂 这个时候 猪油在锅里高温下溶解 脂肪在锅里变成液体的状态 第一次接触石油 是在香港和台湾的恐怖电影中 江湖树士们利用这些东西 进行各种各样的术法 就在2012年 网络上突然出现了帖子 非常真实地描绘了 在制作辣条的过程中 使用石油的场景 它们一边燃烧尸体 一边用尖锐的铁棒 刺破尸体的肚子 用另一根管子把石油接到油桶上 这个帖子一发布 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参加了讨论 一些网友说 某家方便面材料包有石油 又有说法国某品牌的香水中 似乎有石油的成分 这一骂起来可就不得了 有痛骂厂家缺德的 有看热闹的 有的添油加醋 进行二次创作 那么火葬场的石油 到底会怎么处理 实际上 如果火化遗体的话 不会产生石油 这是因为火葬场炉内的温度非常高 遗体被送到殡仪馆后 工作人员会整理死者的服装 化妆 使其能离开干净后 再进入火化炉 这个火化炉的高温 会达到1000度以上 尸体在这样高温的环境下 水分大量蒸发 之后的高温烈火 会接触尸体的脂肪 肌肉 骨骼等 所以最后 剩下的产物也只有骨灰 而石油一般是指尸体腐烂后 脂肪成液状流出 但是 在这样高温的环境下 连肌肉组织都变成了粉末 更何况脂肪呢 既然用合法的方法 得不到石油 那么用非法的方法 得到尸体后再做石油呢 事实上 即使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 以非法方式获取尸体 非常困难 即使得到了 拿来炼油 也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常规体质含量 约为20% 平均每人约有15千克脂肪 但肠细膜 无髓等脂肪不易提取 腰腹部 臀部 大腿等脂肪一般低于10千克 等提炼成液态的石油产品后 量只会更少 更别提许多死者 生前年是以高祸缠绵病塌 早已游进灯窟骨兽如柴了 一些传言称 石油每金两元 为了每具尸体 十几元的产出冒险 还需要花费炼油成本 人力和时间 相信没有不法分子 愿意做这笔生意 那么 石油这种说法 是怎么来的呢 我国也是近几年 才出现石油之说 石油起源于波斯 很受波斯人的喜爱 这里的石油是指动物油 在东南亚 也有法师割下死去 孕妇的下巴 用白色蜡烛燃烧 滴下来的油就是石油 漫步泰国传统是集中 很容易就能找到 橙色花生油一样的小瓶 小贩说这是石油 相传 最初的石油 是从婴儿尸体中炼取的 因为当地人相信死亡的尸体 充满神秘力量 在泰国 传言说一些女性也会使用 她们用石油擦在煤上吸引男人 近年来 随着东南亚恐怖片的发展 这种迷信的说法 也逐渐为许多人所熟知 并到处传播 但是 这种说法只是民间的谣言 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 隔行如隔山 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因为有很多 我们不熟悉的行业 总觉得有些神秘 所以理所当然的 想展开想象 像殡仪馆这样的死者 一定会去的地方 会给人一种恐怖感 所以人们容易把阴森 幽灵之类的东西 与他们联系起来 但幸运的是 现在的科学很发达 很多过去无法解释的东西 都能找到有力的证明 所以对这种地方的恐惧感 在减少 综上所述 无论从技术 操作 成本 还是监管上 都不存在石油这种东西 石油进餐桌的说法 更是无稽之谈 没有必要相信 但是 一有传言就会引起大家 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这也值得深思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